大家好,我是摩洛哥华侨小杨 今天中国娱乐圈最大的瓜 著名流量演员李一芳被北京警方抓起来了 还是下本那三路点事 女人那点事 根据北京发布的一个通报 确认35岁的男性李一芳因多次嫖娼遭拘留 同时呢通报里也提到了 这个侦破一起违法犯罪案件中将李一芳抓获的 而且他本人也不是第一次了 多次嫖娼被抓 也就是说之前已经被抓过了 对吧 只不过当然看那面子上就犯过了 现在呢这回得了 对违法事实也供认不会 至此啊 这初代四大流量又塌了一个 之前呢 他拍过很多特别了解的片子 我知道一个谁啊 就周星驰拍的这个美人鱼 让他扮演谁警察啊就他这个警察这个形象 也就几分钟了结果啊火了好几年 那个片子都没那么火主人公都没那么火他火了四年 可见当时那个靠流量他也没什么演技啊就那就火起来了 是吧现在呢之前是扮演警察在演员 现在呢哎真的成了给警察找工作的去监狱里边那边去当给整警察找了个活干哈哈 前一晚上他的律师还发了一些声明说呢甚至起诉的造谣者口口声声呢说自己是被抹黑的样子哎呀那个可怜的可叹 是不是啊可是呢像这种那个翻车的哎这些演员太多了不胜属之前的赵薇偷税漏税吴亦凡对吧那个也是那个吸毒啊强劲幼女李一方呢多次嫖娼这些人为什么都这样呢其实也其实影运这个演艺圈的复杂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不是我们理解的不是我们理解的演员呢挣了点钱然后呢想消费一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是什么 现在我想给给大家来个高一点层次的他们是存钱贯 那聚宝盆 你要这么理解就对了通过他们把这些大量的钱聚在起来然后呢转到国外去 因为毕竟咱们中国的法律对这些钱款的控制力还是很高的所以呢他们通过一些演员啊 国外的境外的势力通过这些演员通过赵薇啊吴亦凡向李一方包括其他的一些演员干什么呢 然后让他们去演一些戏这个戏演的好吗不好也罢无所谓知道吧把钱聚到他那儿然后呢通过他哎把钱转到了国外这就是为什么吴亦凡是加拿大国籍对吧赵薇是新加坡国籍他们通过这种手段就慢慢的把钱倒出去了就是这么点事对吧李一方在一路的操作很典型 你就看看他这个事吧先是官博啊或隐藏或删除之前跟李一方的一些个博文接着呢中秋晚会也删除了李一方表演的节目 而且相关的热搜的话题也撤了实际上呢就已经意识着李一方之前出过一些个哎那种事下三路的事对吧 然后呢李一方的微博呢那也不说话一言不发不管是团队还是公司还是下面的人都不说话也不成形也不辟谣 个人的代言也都没有了然后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洪水要来了哎不管是上吧还是下吧哎都要有人要办他了 初代四大流量之一的李一方赶上了当年的最好时候当红的时候是不必片酬的那个就是你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所以他几年时间就弄了一大笔钱加上外边那些资金很多都是港澳的那边的来了之后呢把这钱聚了起来 利用他这个大咖你甭管演的好不好反正大片子跟你上上完之后那个钱呢就哎就倒一块了 然后呢利用他的名声哎海外播一播吧演一演吧或者海外需要一些资金运运作哎这个钱就通过李一方那边就出去了 所以他们的作用是存钱罐是储蓄罐到时候呢这储蓄罐满了时候拿锤子吧给他砸开了把钱取走所以现在呢李一方干了这个事呢哎 其实呢你说有没有阴谋论咱不敢乱说但至少来说他的存钱的作用已经到位了 已经该让他滚蛋的时候了所以呢哎爆出这样一个新闻你可以去那个监狱里好好休息休息了以后再也不弄你了我们该培养新的明星了就是这么点事 是不是啊你像李一方在也没少出事2016年他驾驶的那个几百万的豪车答案是不是他咱不好说哎帮撞桥墩上了然后呢自己还娘娘的跑了跑了啊 还肇事逃逸还登上了央视的新闻所以你你放到现在估计就他就很难说了那是2016年呢那这还很多火呢 这离今还有六年前的对吧所以那这呢比较松就没受那么影响现在呢可不一样了 你像李一方自己说那句话想回到2021年我虚度了想重新活一次你虚什么度了你是不是下三路的事上太多了是吧虚了对吧还想重回了你还想到2021年那样哎过好日子你这个娱乐圈的这个鱼龙混杂太乱了无论男女啊年轻气上都挡不住诱惑以前可能是你像他本身四川的四川的生活条件大家理解就好 所以他这个日子一过好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之前的还有一个钢琴家对吧也是这样也李云迪也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也现在有个搞笑的就是冯小刚电影里这个老炮里两个主角啊都被抓了说明什么说明冯小刚在选人的时候是不是他自己选的 是那些财团让他选的所以呢他从小刚不是导演有眼光找了一个两个的痞子啊两个这样的人是他不可能避免要选的这人啊难怪人叫他缝裤子的哈哈哈哈哈哈周星驰让那小的演演员哎得这回让警察给抓了这又是一个因果轮回 而且你看提到里边一个犯罪违法犯罪违法咱们好理解啊那个比如说那个非法吸毒这就算违法啊因为不让你做了但是犯罪就不一样犯罪你比如吴亦凡他吸毒这是违法但是强奸幼女那就是犯罪了叫进监狱的李一峰这次被抓是关联到了一个犯罪行为的事件 这里就耐人认为了你比如说吃喝嫖赌啊这个实际上是违法但是坑蒙拐骗啊倒抢伤人这才叫犯罪那么他参与或者称他关联上这样一个犯罪的事件那是不是像吴亦凡呢那样啊强奸幼女或者是做了一些个倒卖毒品呢这这你像其他他有钱他也不会干那种那个强盗啊 抢劫杖生也不会康蒙拐骗他有的事件也不会唯一的可能就跟下散路或者人嘴上不干净有关 所以我赞成呢现在这个娱乐圈的很多的不好的艺人呢国家应该管一管那不是说你年轻又帅气有流量啊就一定要选你 其实在电影电视剧里一些中年演员演的好节目也有啊比如亮剑那个你演的我觉得两个中年人演的怎么挺好嘛 是吧而且呢中年人演的一些节目现在的收视率像电视现在很难招到年轻人看 年轻人都上网了对吧我们年轻人看的节目选择一些那个比较年轻的人演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还要选择一些 合适点的而且呢你选择这个奶油小声也不合我们的主旋律 我们培养那些个演员让资本进来瞎胡折腾最终呢他们违法违纪违规 我们应该像这样的应该最佳一等以后驱除出这个娱乐圈对吧啊不是每个流量帅哥 背后都那么有故事他们也脏着呢不要以为他们挺干净啊所以我们的市场应该进化应该影响一下我们新一代的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啊 嫖娼是违法但是如果这里设计到犯罪那么可能就更严重一些事情了啊 我们不是说要搞一些文革啊折腾那些演艺员但是这些个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啊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还是不好不好的啊 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祖国的正能量我倒觉得这些演艺演员挣的那些钱啊 那个应该拿出一部分捐给我们的科学家对吧让我们的导弹事业航空事业有个更好的发展 这个才是正确的你们说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